有些人走了很长的路 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走远过 这里是云南 苍原 瓦族字这县 翁丁村 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 翁丁在我爱玉里是云雾缭绕的意思 因为群山的阻隔 这里一度十分贫穷落后 直到有一天 十六年前 一群怀着梦想的人来到这里 他们不仅要修路 而且要修一条天路 疯了 痴人说梦绝不可能 在无数的质疑声中 这群疯狂的人坚持做着疯狂的事 苍原机场的建成 把村落带向了世界 也把世界带回了村落 现代文明取代了刀锋火重 村民们都搬进了新房 当年的老村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成为瓦族民族风情村 民族的 也可以是世界的 世界的目光 被最原始的色彩深深吸引 美梦 奶奶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八十 八十了 身体真好 曾经健康依赖于祈祷和祝福 现在村村都有卫生室 他们把上海最好的医疗专家带到这里 也把健康的希望带到这里 孩子们 孩子们也更快乐地成长着 这条天路连接起大地与天空 连接起小山村与大世界 连接起脚下的路 与远方的梦 更连接起彼此的心 看他们又出发了 东方航空 工艺扶平十六年 连接新的精彩